在国外看到告示牌上出现台湾 台湾网友兴奋牌照上传 这个地点是欧洲最繁忙的转运站之一 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拿去护照放在机器上查验 定点拍张照完成自动通关 法兰克福机场2009年起设置快速通关系统 大大加速作业时间 过去只限欧盟等地18岁以上乘客 持授权护照通过 但最近有台湾民众发现 享有快速通关服务的第三国公民 全球只有10个国家 台湾也名列其中 看板上还清楚标示中华民国国旗 让人好感动 今年6月台湾签订互惠备备忘录 也满17岁以上的台湾旅客 都能使用自动通关 省序人工查验 大大缩短通关等候时间 澳洲政府去年11月宣布 将台湾纳维入境智慧 咱们永久试用国 年满16岁持有效中华民国晶片护照 不必事先登记申请就能使用 对台湾相当友善 美国从2017年起 也将台湾纳入全球入境计划 透过全球线上注册系统 付100美元通过面试 就可加入成为5年会员 从专用通道入境 其他还有日本和英国 目前一共有5个国家 对台湾开放自动通关服务 显示台湾旅客素质 获得国际认证 三里新闻林芳颖报道